讲了很多期视频都是告诉大家如何可以快速致富的 今天来聊聊世界的另一面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到底干什么事是亏钱速度最快 可以最快速致富的呢 当然这个富是负债的富 来听听Norman的答案吧 大家好我是Norman 聊了很多期加拿大的住宅房地产市场 如何买房投资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今天来聊个反着的话题 如何在加拿大快速亏钱 相信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 都有过和我一样的创业的想法 不出意外 这里面99%的想法都是围绕着开店来的 咖啡店 奶茶店 餐厅 KTV 健身房 剧本商 逆时逃脱 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讲的在加拿大最快速亏钱的方法 也就是两个字 开店 我虽然没有自己开过店 但是我认识无数个正在开店 开过店的和开垮过店的人 而其中开店垮掉最快速的行业 就是餐饮行业 为什么说餐饮行业挂的快呢 我们来看小红书上一位专业做生意转让的博主 搓了一看 十条里面有八条都是餐馆转让的 当然你可以说店家有各种自身的原因 所以才做的转让 但是真的生意好做的话 又有谁会不想自己做把生意卖掉呢 所以今天就主要拿餐饮行业来举例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觉得在加拿大开店的主要的几个大bug分别是什么 以下的视频内容 大部分是从身边的朋友的分享和各种道听途说来的 如有雷同纯属乱蒙啊 如果屏幕前的你有亲自下场做过多伦多的创业经历 也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把你创业之后才发现的各种大坑分享给大家 也帮想要创业的大家避避雷啊 我总结了开店的以下这些大坑 第一个大坑 开店前普遍高估收益低估成本 举个例子 决定要不要开一个奶茶店的时候得算算账 我们经常算任何收益的时候 总是只看自己如果是客户买没奶茶花了十块钱 这样成本呢也就三块钱 这不是妥妥的暴利吗 抓紧开个奶茶店 殊不知大多数情况下 你付出去的十刀 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支付的是HST 送餐费 平台服务费和driver的小费 真正能到店家手里有七块钱就不错了 而店家纯奶茶成本三块钱 这个direct cost直接成本 可能只占总成本的50%以内 其他的成本是租金 水电 人工 广告费 加盟费等等 这么一算 虽然一杯奶茶并不便宜 其实它的利润率也没有那么高 马斯克算自己开的员工餐厅成本的时候提到过 自己公司的餐厅常年入不敷出 成本是每个人每餐400美元 员工们都暴怒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顿饭也就50刀顶天了 马斯克掏出计算器 三下五出二这么一算 每年运营成本1300万 但是老是开着没人来吃 只有不到10%的上作率 除以就餐的人次 得出确实是400到一餐 我觉得马斯克算的没毛病 毕竟人家是老资本家 大家想开店 一定不要对成本想大人 很多时候 只有你在想开的店 类似的店里干上几年 才能真正吃透成本 不会遗漏掉重要的成本项目 当然除了天天能见到的成本 还有一种成本叫surprise 这种就是天象掉下来 想不到的成本 我就有个朋友 真实的案例 这边匿名了 几年前 他当时接手了一家餐饮店 开的其实还不错 最终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店主看不懂英文 一直没有正确的续店里的保险 也没着急管 结果店里水管出了问题 导致连这几家都遭了水灾 保险没能生效 结果这个钱只能自己赔付了 最后实在赔不上了 只能通过卖店赔钱来处理 所以很多时候开一个店 或者接手一个店 明的暗的 还有没想到的成本 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少 不是没标多少卡 就是零卡的 没标 他没说 他就零卡 也不是没想到 就不算是成本的 第二点 员工不好维持和管理 开店这件事 从来都没有甩手掌柜这一说的 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国内 我就遇到过开店之后 店主不怎么管 交给店长来操作的情况 最后店长带着员工一起造反了 收银这件事也很难交给店员来操作 我游记的那年 在太古买了杯6块钱的饮料 店员愣是给我打了个2块1的小票 开的是店里当时最便宜的绿茶 你猜猜这4块钱的差价 到底被谁拿走了呢 即使员工不作妖 一个店的重要员工离职 也是对店最重大的打击 轻则跳槽到对手的家里 重则自己开个店 还拐走店里的一批客户 就比如一家多伦多比较知名的烧烤店 一家一烧烤我也偶尔去吃 自家的厨子干了几年不干了 去附近又开了一家烧烤店 叫鸿鸣烧烤来抢老东家的生意 近几年名声越做越大 鸿鸣烧烤的知名度 已然有超过原来店的趋势 所以很多时候 当老板不是厨师的时候 厨师这样的重要员工 都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隐患的 相比之下 普通员工经常拿着最低工资 难保很多人是短期工作为目标 骑驴找马 总体人员流动比例也是很高的 所以怎么样保持稳定的服务水平 对店主来说 也是一种隐形的开销和精力占用 第三点 做生意很多时候开店是在给房东打工 某种意义上讲 房东和租客其实是阶级敌人 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我讲了很多次 加拿大法律多么保护租客 但是这个租客的保护力度 仅现在民宅领域 在商业租赁的世界里 房东跟租客的关系 基本上是房东单方面碾压租客 因为轻走租客并不困难 租客欠租15天 房东就可以换锁了 而且房东涨租是没有上限的 想涨多少就涨多少 这意味着房东可以干下面的两件事 第一 派个马甲去你的店里 研究一下客楼量 算算你到底能挣多少钱 然后通过狠狠的涨租 拿走你很大比例的一个利润 最后让开店的人痛不欲生 但又不得不在短期继续去运营 让房东把这个大头利润赚走了 第二房东发现你的生意做得太好的时候 可以通过无限涨租来霸占你的生意 关于第二点 这边要祭出我听一位 钱咕噜不转猴咕噜转的斯米达讲的八卦了 在Yang Finch有这么两家韩餐店 一家叫Linganet 林家 还有一家叫Hagane 许家 不是我家 这两家餐厅看名字就很像 而且都在Yang Finch附近 有什么渊源呢 答案是许家的老板 本来租在林家的位置干的非常好 生意也很多 林家这里的房东也是韩国人 租赁到期就很眼红嘛 就想着 不就是炖个土豆排骨嘛 这我也能做 要不然我来做吧 通过暴力涨租把现在许家的老板给轰走了 自己开始在原来的位置坐起了餐馆 原来的老板很不服气 就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开了店 也就是现在的许家 还有一个租金上的bug 商业租客其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鄙视链的 任何一个plaza里面开什么店不开什么店 开几个都是有规则和套路的 毕竟不能一个plaza里面同时开100个奶茶店 或者100个美甲店 租客之间也绝对不是平等的关系 有一类店比如大统华 乌尔玛 星巴克 这种店可以被称为是anchor tenant 很多人过来就是冲着这里有这个店来的 所以这些商家租金是地板价 因为他们给这个区域带来了流量 当你不是anchor tenant的时候 租金就是市场家了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店需要anchor tenant 给你带来流量才能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运营如何 你的店在成本控制上跟anchor tenant比 就已经被非常严重的降位打击了 第四个bug 合伙开店 股份分配不好处理 如果多个人一起开店 股份分的不合理 就很容易造成进去的时候 大家没动力 遇到问题都怕担责任的情况 几乎被验证了无数次的标准错误答案 就是五个人一起开店 每个人占20%的股份 我就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店 也是因为是朋友 具体的店名和人名也都腻了 五个人一起开店 每个人占股20% 三个人基本不干活 两个干活的人 也就是每天在店里盯着的人和会计 分别只额外拿了最低工资 刚开始大家还是有热情 后面事越来越多 尤其是两个干活的人 干了很多额外的活 却没有收到匹配的收益 事情就开始不对了 看店的人最后也渐渐不去店里了 生意越来越差 会计做账 发现很多账很混乱 进货出货 钱都对不上 也很头疼 合伙做任何事都是很难的 没有合理的激励措施 干活的人就容易没有动力 遇到麻烦 大家也都会躲着 这很像博弈论里的剪刀效应 举个现实中更简单的例子 就是合租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动力去打造公共区域 因为干五份的活 只享受了一份的utility 显然是free ride 别人的劳动成果收益更大 也就是等别人来倾施 再就是平均分配账单的时候 大家都有动力点更贵的菜 自己多吃十块钱 实际上只需要多付两块钱 总结一下 这么多年 我在加拿大看下来 开店挂掉的真的是石油9.9 绝大部分年轻人开店 可能还是冲着 让自己的人生完整的目标去的 而不是本身的能力真的适合开店 真的来搞个生意长期做下去 如果讲了这么多八卦 你真的还是想盘个生意开店的话 我也真诚的给大家分享一些建议 第一点 我见过倒闭最多的店 就是餐饮行业 这个行业的竞争过于激烈了 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 想进入餐饮行业开店创业 一定要三思 就像张雪峰说的 尽量不要去学新闻专业 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 我一定会干一个事 就是把他打晕 我见过的开的比较成功的店 都是上升行业的店 这些店的存货率是比较高的 比如我的朋友里 有个开宠物行业相关服务的店的人 他开的就是很不错的 这些类型的创业 服务相对是空白的领域 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客单价高 客户也更不在乎钱 当然牙医 诊所 这种自带垄断地位的店 也没有什么压力 基本随便开 第二点 商业租赁 一般合同是五年加五年 这样的租赁合约 如果有能力 在生意运行良好的情况下 一定要在五加五的周期里 赚到足够的钱 在第一个租赁结束前 争取买个场地 自己来运营 前面就提到 加拿大商业物业的房东 手里是有无限涨租权 这样的核武器的 如果想要保护好自己的生意 不被房东搞 尽量要在自己持有的物业里开店 成功率是能提高一大截的 第三点 任何类型的创业 老板或者老板娘 都得是什么都会才可以 不能是你只专一样 就想着把店开起来 现在的老板 除了会自己的主营业务 比如说炒菜 起码还得会营销和管账 如果这三项 有任何一项你做不了 千万不要开店 第四点 如果要合伙做 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大股东 要出绝大部分的钱 做绝大部分的事 小股东应该是以出钱为主 刷脸为服的功能性合伙人 没有小股东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有 一定得是出钱和提供资源 两个功能同时具备 第五点 不要做你不懂的事 因为很容易高估利润 漏算成本 人们是挣不到任职之外的钱的 这也是为啥 你想买个麦当劳的门店 总部都会要求你在麦当劳先干几年 如果你想开奶茶店 先去当几年经理 如果你想开个餐厅 先去干几年跑堂 足够了解一个生意类型之后 再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开一个这样的店 第六点 不要把吃饭的钱拿来开店 也不要借钱开店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在加拿大开店确实是不容易的事 要有可能倒闭的预期 大家千万不要把嫁妆 或者是买自住房的钱 上硕士的钱 这样的钱拿来开店 一定要量力而行 没想好的时候 不开店其实也是可以的 毕竟加拿大现在人工也不便宜 找个工作 挣工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对在加拿大开店 这种创业类型的思考 如果大家对其背后的 商业物业投资和逻辑感兴趣 我再单独出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讲 此外 也欢迎大家把亲身经历过的 或者朋友经历过的 开店创业的故事 写在下面告诉我 尤其欢迎实名故事爆料 也来让我长长见识 点关注 不迷路 房子上的问题 找Norman就够了 where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